疫情发生后,我是立即启动,应急响应预案,成立15个专项工作组,严格落实各项防控过失。 一是,全面开展流行病学调查,同时对重点区域进行全面消毒、消杀、消除病毒传染源。 二是,全力救治患者,建立完善医疗救治运行机制。 三是,坚定不移内防扩散,全市进入疫情防控暂时状态,停办各类聚集性活动,对社区实行封闭式管理。 四是,坚持不懈外防输入,同时动员全市居民,非必要不灵屋,对确区灵屋人员进行核酸检测。 五是,全面开展投资检测,按照市集统筹,属地负责,突出重点,分批实施,裁检分离,安全有序的原则。